好,那我們在這邊也就是從318的脈絡之下 然後看到說,如何有一個轉進的可能性 然後從審議民主到參與市預算 然後在台中這個公民社會在地神歌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還有一些時間就可以開放大家提問 那不管是對於說整個概念性的不清楚 或是去年的經驗或是今年的流程 那或者是各地要怎麼樣去操作 那我們相信這邊都老師這邊 或是我們後面團隊都可以幫大家檢答 那請有問題的 在出現了解蔡理事業站之後 我第一條問題是 蔡理事業站被案子被提出來之後 跟這些證人物提出的證件會不一樣嗎 那這些案子正式被提出之後 政府所顧的是政治責任而已 還是他們法律責任? 我必須要講一件事 全世界的參與市預算都沒有法律、法治化 全世界都沒有 沒有一個國家參與市預算是法治化 基本上它都是一種公民推動的過程 那在巴西最早是市長的意志跟黨的意志 所以呢 他有政治責任 但是沒有法律責任 他真的賴皮不執行 他就要負他的政治責任 而不是法律責任 這是我從第二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如果說今天參與市預算 執行 你是不執行嗎 還是 由政府擔 我其實一開始想說是 這些案子被提出來之後 他的可能性在哪裡 他真的會執行 如果他有法律者的話 就 OK 一定會被執行 除非 他違反法律 譬如說我在中區要中大 這當然不可能 但是呢 行政部門有沒有想到這一點 有喔 所以呢 今年我們為什麼會 花一個月的時間去做 住民會議提案完以後 有一個所謂的意見回饋 這件事 專家學者 還有公部門的意見回饋 就是希望在法治面 可操作面上面 提出可行刑 可操作的方法 給住民 給提案的人 讓他去參考 你這樣子提可能會更好 但是你不能去修改他的 題目啊 內容啊 什麼這些東西 譬如說 他可能會告訴你說 這個計畫底下裡面 你可能要花的 不只是80萬 你可能要花到108萬 那為什麼 他會告訴你這個器材 大概是多少錢 所以呢 其實在 執行上面是 只要不牽涉到違法的狀態裡 就是說 這個計畫底下 譬如說還有私人財產的部分 像去年就有提到的是 中區不是很多破舊大樓嗎 他們希望去拉皮 可是拉皮這件事牽涉到私人產權 除非私人產權同意 要不然沒辦法執行 所以這個但書一定要先寫出來 所以在法律可行的狀態底下 一定會被執行出來 但是市府有沒有可能賴皮不執行 有可能 但是他就要付政治責任 他沒有付法律責任 因為這個沒有法律強執行 規定你一定要執行出來 對 那他們的法治化有什麼東西 法治化 法治化是個大工程 你要知道 這件事情它牽涉到是預算分配 誰掌握預算分配權 誰掌握議員 所以我們在初期在推參與市預算 很多議員就說 參與市預算在剝奪議員的預算決算權 或是預算分配權 或是預算分配權 可是現在的狀況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 不要先不去做法治化這件事情 就是先操作看看 讓議員知道這件事情 不是在做取代你的事情 你跟他用講的 他不是說沒有沒有沒有 你覺得議員會相信嗎 他也不會相信 對 所以我們也慢慢來 慢慢來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更值得深思 議員會不會收割這個成果 會喔 新北市就是這樣 民眾提案 提完案 發現 預算超過他的 好像是35萬 超過5萬 那個議員馬上跳起來 這5萬我付 現場馬上補償 你知道嗎 當場多了20票 會還是會啦 但是 對我們而言 你只要預算 真的能夠用在人民需求上面 我不管你誰收割都好 我也不管你黨派是誰 你願意做這件事情 我都願意 好 萬宇哲老師那麼厲害 他還幫陳怡君做 看你自己想 呵呵 欸我 啊 對不起 OK 好 好 好 那接下來還有哪位朋友有疑問 嗨老師 可是我想問說 在就是民眾提案的裡面 就是那些案子裡面 他們對所有當地地區民眾的宣傳 是等值的嗎 就是他們每一個人的案子 都能夠被完整的陳述 給當地所有的人知道嗎 還是在這個投票的過程中 有一些人真的 那個雖然老師一開始的起點 是讓可能有些弱勢的人 能夠被提案出來 可是這些弱勢的人 也許他能夠動員後面的人不多 那這樣這個要怎麼去在 參與市預算的這個機制裡面 去讓每一個提案都 可能被看見跟被了解 好 陳怡君老師 謝謝 我要講一個政治的假命題 所有人 這個案子要讓這個地區 所有人知道 這個是假命題 怎麼可能 在參與市預算裡面 在談的直接民主 並不是在講索葉府這個概念 而是在講 在政府的比例原則底下裡面 譬如說政府 台中市一千多億 每一年一千多億的預算 我在這個地方 只花六百萬 這個比例原則是 0.0000001 可能是一萬分之一 還是一百萬分之一 一百萬分之一 如果有兩千人來決定 這一百萬分之一怎麼做 這兩千人是透過投票機制 來決定這件事 你覺得他的代表性 夠不夠可以 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在政治的假命題底下裡面 我們長期會被代議選舉裡面 很麻煩就是 我們透過選舉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指導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代表 可是你會發現 代議政治底下裡面 投票率越來越低 但是他還是代表啊 不是嗎 所以 我常說 這個當然對政治學的朋友們 有一點冒犯 但是 它這個理想 它這個理論 我們願意往這個方向努力 然後我們願意讓這些的資訊 更多元的去處理 但是 我們要想到一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 全台中市人 都來參加住民會議 也不可能 所以我們是要去找到 一群關心的人 去決定很小很小一部分的預想 來做 立功的事情 就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問題一部分被前面誤管了 所以我換個問題 在去年到現在 目前執行方式裡面 是問老師你覺得 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因為像我知道去年 其實在跟我們部門 要資料的時候 其實他們給資料都沒有通 所以最後是從別的銀河 才能拿到我感受到 那 就是在去年到現在 你覺得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那到底還有什麼 可以感激他的地方 謝謝 還是這一塊 還是這一塊 政府跨部門協調 跟處理資料這一塊 目前是牛部 非常非常牛部 然後包含愛迪布里 跨部會行公文 請他們回覆各種的意見 都是愛迪布里的 有些是空白就交回來 所以呢 我們就必須要繞一個圈圈走 我現在的構思 當然只是構思而已 這個構思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得到 各位你們知道 有一個叫做公共工程網站 公共工程網站裡面 有台灣所有的招標資料 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個東西 扣定的話 三年就好 我只要做三年就好 與其我跟你在那邊 跨部位協調 我乾脆就是想辦法 把你的公開資料 扣定出來 變成我們DATA 這個當然是構思 因為這個公司很浩大 這是第一個我可能想要做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 這個是只能做已完成的事情 或是正在進行的事情 就招標 這只能做到這個程度 未來要做的事情 還是要跨部會協調 還是要跨部會協調 這個裡面就要牽涉到 延考會的態度 所以青年議會這件事情 我滿大的期待 希望透過青年議會吧 因為青年議會要什麼 今天他們開會的時候 他們那個 市長不是說要什麼資料 就盡量要嗎 對對對 所以 可能要充分合作 充分合作 這個部分 那這個是我現在唯一想到的 突破點 那民政局也一直在努力 突破這件事 那延考會也在努力突破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 可能要花很大的工夫 去做公務人員排訊 然後包含社會局 包含文化局 他們現在目前一個一個局 都想要再推 參與市預算 所以我現在把 台中市政府 當作客廳座談會 一個個走 就是這樣子走 他們在做地方的客廳座談會 我在做台中市政府的客廳座談會 就是這樣走了 對就是這樣子 所以今天我碰到那個社會局局長 我就跟他講 碰到文化局局長 就跟他跟他講 等一下忘記跟江龍局長講一講 江龍局長 你就坐我旁邊 太可惜了 OK 就這個部分 還是這個部分 謝謝 好 各位好 我對於台中市算 我現在有個想法 就是 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老師 你們團隊是怎麼 吸引被社會排除的人 例如說是有名夫 老人非 或是低收入戶的居民 然後進入這個 進入參與這個 會議這樣 因為社會排除那些便宜的人 他們對於公共事務 是很難參與的 對 所以我想說 知道你們 你們怎麼吸引他 這是我最想知道的 其他居民來講 然後第二是 如果這些參與是預算 最後做出來的案子 是否有可能 但我這假設新聞 我不知道說 會來有什麼演變 就是可能對於這些 被社會排除的人 造成負面影響 如果某些案子 比如說 避免出一些避免設施 關掉 跟介紹 或療癌 或什麼之類的 對 這是我想知道的東西 對 第一個問題 地方收集資訊 是很重要的 哪裡 但是我們要 扪心自己去 反省一件事 弱勢是我們分的嗎 他們就問我 曾經問過這個問題 誰是弱勢 誰是弱勢 他們問我這個問題 我當場傻住 誰是弱勢 但是呢 真正 還是有一些 我們剛剛講的 可能在公共事務 被排擠的 這個可以找得到 例如說 像第一廣場 新移民 東南亞 東邪廣場這件事情 東邪廣場這件事情 到底東南亞移民朋友 在這個裡面 有多少參與討論 基本上我們這邊 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年參與 是預算完了以後 他們也開始去跟 那個下午同學 就在第一廣場 陳永志 就在做所謂的1095的 一個公民團體 所以我們可能 還是要透過公民團體 讓他們 來協助 這些 比較被公共事務 排擠的人 發言 好 還是要為他們發言 那當然還有 譬如說 老人 那老人這個問題呢 到底要誰來幫他們發言 我們要找到 世代的 團體 NGO 來去幫他們發言 所以我剛剛講的 第三個很重要 串聯地方民眾團體與組織 就在做這件事情 就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盡可能 因為我必須要講 人的意識性很多 我的弱勢可能跟 你跟弱勢不一樣 我的被排擠 不一樣 我都歡迎他們自己去 自己去找到 他想要關心的 這個議題 都有可能 他 像譬如說社工 因為他的所學 學養背景 他可能在社工面上面 他就會比較偏向社福團體 那他盡量去發展這件事 這個 這個部分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像譬如說我念社會學的 可能就跟那些公督謀 田調 可能就是 火力比較猛的人 來去跟他們溝通 這樣子 也可能 所以其實 每一個人 在他的學養背景底下 他可能都有自己的 自己的弱勢 那 要怎麼樣把這個弱勢 找出來 他可能還是要透過地方團體去竄 讓這個問題 讓這個NGO 或者這個團體 公民團體了解這件事情 試著讓他們去對話 然後能夠 串出一些提案的可能 那第二個部分是提案的博士 今天 在提案裡面 你剛剛講的那個 後面那個 譬如說樂界所關掉 那個是政策 那個是政策 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裡面 不處理政策的事情 我們處理的是說 你有100萬 你想要為地方做什麼事情 而不是在處理政策的事情 像譬如說這個地方 樂界所要不要關掉 這個東西 我們會把這個意見整理出來 所以我們所有的問題是整理好的 是公開的 是公開的 這些問題我們都會整好 都會交給市政單位 他們會不會注意到 我覺得 有這個公開資料 至少可以讓他們看到這個部分 現階段我只能做到這個部分 現階段只能做到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在參與市區議案裡面 去處理政策問題 這很抱歉 好 我想跟你討論一下 你是那個參與預算 參與市預算裡面的問題 我是要跟你討論一下 參與市預算規念的問題 那裡面 對啊 如果說以參與預算 參與市預算來講公民參與 可是 以民旨制度 直接民族跟單一民族 它是有區別的 比方說直接民族 之所以有困難 就是決策 決策模式很長 決策的時間很長 再加上 人民普遍的 思考模式 可能數字也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們才需要 大義政治去做 而且這個問題 本來就在我們的 現有的政治模式 就可以做的 那為什麼 我們要這樣大費周章 對不對 後來那麼大的心力 然後去賺取了一點點 小小的預算 對不對 然後又以民主之名說 我們這樣子 我們有民主了 我們可以決定 我們自己的預算 這是好像 好像不大合物邏輯 那第二個 那它之所以 為什麼大家都要做參與市預算 它的好處是在什麼地方 是為了讓公民可以參與 可是目的好像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它背後的政治目的動機是什麼 我的看法 我是覺得說 這好像說 那個政治人物 拿著公共的資源 然後以政策 來買票的那種模式 對不對 你今天參與是 預算做得更好 那人民對那個 市長的支持度是越高 那當然它的選票就越多啊 所以大家都要做啊 對不對 那如果說 你真的對人民 人民比較好 有好處的話 可以讓人民更直接參與的話 那為什麼他們不尋求那個 瑞斯模式 對不對 瑞斯模式不是很好嗎 可是為什麼沒有人要 沒有那個政治人物 沒有國家 他們要做那個瑞斯模式 而且大家都對參與市預算 因為參與市預算 對他們很好啊 對不對 今天我又不用做政策 對不對 你們來幫我做 做得好是我的功勞 做得不好 也不關我的事情啊 都是你們做的啊 對不對 投資成本低 報酬率又高啊 對 那你說 你不想幫 欸 欸 你家攏輩數 可是你做得越好它越有力啊 那你是不是 覺得 你 剛才你說的之後 這個說本那個貨好像 我覺得 我今天還是覺得有點怪怪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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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抓到痛點 我曾經 這個東西讓我失眠了很多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沒關係啊 不會不會 我必須要講 你這個問題也讓我失眠了很多 你知道嗎 我曾經有想過這件事情 那 要不要做 要不要幫人家讓我買票 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我的思考 現在目前的思考是很簡單的 因為 我不想再複雜 不想再失明 很簡單 如果說 我的目標 市長 願意拿公共的公共資源 放在民眾身上 這樣子的過程叫做買票 而且這個公共資源是 由民眾來決定 我希望他買越多越好 我希望他買越多越好 為什麼 至少 我們在這幾年的 那一政治底下 你們看過 看太多這種 裝腳工程 我必須要講 我看太多 裝腳工程 如果你 能夠跟我上山一趟 你就知道 可以走一公里之內 我可以跟你講 多少裝腳工程 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的思考 我沒有辦法 布局到 我自己 的問題 我是不是在幫林佳龍背書 我是不是幫某個政治人物背書 這件事情 我已經沒有辦法思考這件事情 我只希望是 如果人民 地方 社區需求 他決定這筆錢他怎麼用 我希望他越多越好 至於說 政治人物收割 就收吧 我也反正 我也不會去選舉 跟你去競爭議員 或者我又不會去選市長 我只在乎的是你資源要不要拉出來 而不是再去裝腳分配 這是第一個 我的轉換思考在這裡 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 我做這件事情做得越好 是不是 越讓 那也沒關係啊 如果民眾都覺得 您這樣好 那就讓他 再選 不過就是八年 看你選多久 八年吃早會趕草患呆 或者是怎麼樣 胡志祥十二年都可以拉下來 對不對 所以 我覺得 待遇政治這件事情 它永遠都是一時 如果民眾有政治意識 那才是比較持續的 我想要做的是這個事情 所以我剛剛花很多的工夫 在講故事 講我們在地區總共的故事 就是希望我的目標 必須要有人去扛那個政治面的東西 我總不能叫燕婷去扛吧 你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所以我必須要扛這件事情 那至於被人洗臉 我覺得 像你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我真的覺得 我是一直都在思考這件事情 我能不能自圓其說 那就是看我現在 到底在做到什麼地步 我有不可能被出賣 大有可能 真的 有可能 他跟我講說要做三年 可能年底他都沒錢 他不做 然後就跟我講 最傷心的不會是各位 最傷心的一定是我 各位我去年在執行中間的計劃案 我只是被一毛錢都沒拿 來掏了五六萬出來 我不是在跟各位講說 我花了多少工夫在做這件事 我只是想要講就是說 如果一個理念 我想要玩的是 在政治操作上面 如果有一個理念 我能夠讓它假戲成真 哪怕百分之一的可能 我就當傻瓜試試看 有可能會被 我真的無辨 各位 政治是意思 但是 就巴西的案例來講 在1993年的時候 右派政權又取得政權 1996還是97年 右派政權 然後又取得政權之後 1988 四年 八年 1988加4 1996 1996 他們又取得政權 他們不敢 把參與事預算取消 他們不敢把參與事預算取消 因為人民已經習慣 欸 我時間到了我要提案 欸你趕快過來 他們不敢提案 他們只能做到什麼 行政帶動 啊你這個很困難執行啊 什麼什麼 那但是他們 右派政權就要自己去複複政治 所以 基於巴西的案例 我 我還是投了一點浪漫的 在這個地方 我必須要承認 對我必須要承認 但是不成功 沒關係 對 好那 大家不會有所思 不成功真的不會有所思 對好 那我們 現在時間已經超過五分鐘了 那 所以可能還是要做一個 就是做一個結束 但是 我希望老師呢 然後幾億所有的團隊 可能都還會留在這邊 至少待一下下 那如果有興趣的 大家都可以歡迎跟我們 做進一步的接洽 那今天很高興 就謝謝老師 來跟我們做一個演講 那也希望大家下個禮拜 還有週五的活動中 繼續來參加 謝謝 好謝謝